早就一同新出的都无类,可以说是从小帅到大了,连最容易毁颜值的证件罩都能驾驭,颜值相当高了,这颜值,说无类不是他们学校校草小便还真不信,哪怕是学生证都能找不少粉吧,一样千玺还没打就那么帅,排课证件罩颜值也是丝毫不减。 看来这颜值应该不会下线了,不老男神林志颖真的是让小便连嫉妒都不敢嫉妒,当年的他是小鹊哥哥,那么多年过去还是帅气的小哥哥吧,最近一直飞上火的小鲜肉菜区库儿以前的证件罩也是嫩得出水呢,小便觉得照片比真人帅,和现在吴亦凡满满的嘻哈风的酷不同,以前的证件罩中吴亦凡一看就知道是高老男神的那种类型。 狐狗永远都是那么阳光开朗,证件罩上穿着针织衫真的好想林家大哥哥啊。 刘嘉玲梁朝伟夫妇俩有些小细节真的很让人感动,梁朝伟一直都随身带有刘嘉玲和自己的合照,刘嘉玲自然也随身有梁朝伟的照片, 而且还是很久之前的好像证件罩的那种,在一次节目上刘嘉玲也是首次把照片公开,虽然看不太清,不过确认过眼神,是我的男神,颜值紧急要报表了,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帅道模糊吧。 狐狗永远的证件罩和梁朝伟还真是有一曲同工真妙,一个一个美到模糊一个帅到模糊,那个时候狐狗永远就很可爱了,明星们和大家一样,都有自己美好的学生生涯,也自然会有这些美好回忆的纪念日证件。 赵老,大家最喜欢哪个明星的证件罩?